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板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六次中东大战 那么现在出现了好几个变量 情势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那么这一集 第一个我们就是详细的来解读一下 这个伊朗是如何 采取什么战术 去打击这个以色列的 非常成功 以色列确实拦截了 99%的伊朗的导弹 但是他是用这个地面进行拦截的 那没有人说你拦截 一定要发射导弹才能拦截 你地面也可以拦截 还有一个 以色列现在已经允许部分 这个巴勒斯坦能返回加沙北部 而且他现在需要 想要迫切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但哈马斯拒绝和他达成停火协议 而且以色列也提出 人质换服计划 哈马斯也 这个拒绝了他的这个人质交换 这个建议 因为现在是 这个哈马斯 什叶派 他们是属于是这个强势一方 他们是强势的一方 所以说 以色列 你说他胜利了没有 你胜利了 你为什么要他这里撤去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停火 而且现在更搞笑的是 尼泰尼亚胡与拜登通话后 取消回击伊朗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这个 多么的怂逼 这是最新的消息 是央视军事来的 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媒消息 伊朗对以色列 发动大规模袭击后 美国总统拜登 劝阻以色列总理尼泰尼亚胡 不要立即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 报道称 以色列战士内阁的多名成员 曾战胜回击 但由于伊朗没有对以色列 本土造成严重破坏 加上尼泰尼亚胡 与拜登通话回击被取消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 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 美以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 但这一刻都失灵了 不灵了 老兵说了 跟这个馒头似的 他没发面 没发起来 你捏吧了 变成一个 变成一块烂皮 是吧 就这个结果 那你天天 我就在想 我早就说过了 你菲律宾 那这是对这个美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你以色列的这个亲爹亲爷爷都不保护 那菲律宾跟日本 刚刚在美国开的这个美日飞 所谓三国共同反华同盟会 是不是也是已经失效了 那现在中国 赵乐际三号人物 全国内的常委委员长 在朝鲜跟金针 报了又报 然后说加强这个 合作 合作啥 那我在想 朝鲜是不是也要蠢蠢欲动 也觉得你 那如果说 这个以色列被这样打的话 那我朝鲜是不是也可以发射导弹 去把南韩给轰一遍 他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或者把日本给轰一遍 他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也有这种想法 所以无论说从政治 军事 外交 还是经济层面 西方现在是这个大溃败 整个急剧的衰弱 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应 那泰迹亚胡也说 我们现在已经取消了这个回击 反击 只是0033 而且他现在北部的防空警报又响了 尼巴兰的政治党用导弹 用这个火箭弹 再袭击他的这个北部 格兰高地这一块 还是袭击以色列这个北部 0033也让你睡不好觉 那无论说以色列 是淫麻了 美国是胜利贯了 我们不去管他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视频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以色列人进入 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 那个惊恐的进入到地铁站里面 从那个自动伏击上面 那种失去的状态 有人从那上面直接滚下去 在跨腰地铁 那个电梯下去的那个底端 能发差点发生了踩踏事故 从人们的哭泣 尖叫声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出来 他们的心理优势荡然无存 原来这个蚁虫也是害怕死亡的 大伙以为他们都不害怕死亡 那伊朗向全球 这个发表的这个公报 也非常的出色 他们也说过了 以色列总是认为自己是处于 道德 这个国际法 和任何的规则之外 不受这些规则的约束和束缚的 那今天也就给你来个当头棒喝 无论你今天说你来几的99% 你获得了胜利大胜 就用尼泰尼亚胡的话来 他已经正式发表声明和以色列正式发表声明 说以军在和英美联军的共同的 这个行动下 成功的 获得了这个伊朗反击战的这个胜利 击击了伊朗的这个进攻 我们赢了 我们赢完了 我们永远都是胜利者 我们永远都是winner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我说过 OK就这样吧 那就你是胜利的 OK你胜利的 好吧 你牛逼 我管了 我选择相信 大伙都不相信 我选择相信 好吧 你牛逼 但是你们的安全感荡然无存 这个就是最核心的重大的这个 议题就是 以色列遭到攻击 首都遭到攻击 全警遭到攻击 以色列人的安全感荡然无存 这个才是本次袭击的核心要素 炸掉 而且还有就是说 伊朗非常牛逼 他的这个袭击 他没有打任何的平民窟 没有任何打任何的这个 这个社 平民社区 不像以色列如此的无耻 他是直接打向了这个数十个 军事目标 全部都命中 全部都命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朗此次 这个反击的牛逼之处 以军F35战机损失惨重 伊朗12分钟高速导弹攻击的结果 据报道 这次伊朗打击以色列战术运用得到 以军被蒙骗上当 伊朗战果丰盛 以色列损失惨重 为了重点突击 打击以色列重点目标 包括空间基地 伊朗首先用500架射程1500公里的 见证者136 价格低廉的无能机在前面开套 大量吸引以色列防空导弹的拦截 然后发射30枚巡航导弹 吸引以色列舰三防空导弹系统拦截 最致命的是第三批的160枚弹道导弹 其中还有末端常有分导式弹头的导弹 这批次以色列舰三拦截不多 其中有7枚分导式弹道导弹 打中了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拉蒙空间基地 造成大批隐身的F35战机受损 从伊朗境内发射的攻击无能机 需要9小时才能抵达以色列 巡航导弹则需要2小时 大量导弹从伊朗发射后 只需12分钟就能发射到 打击的以色列目标上空 这么短的时间是以色列防空部队 难以作出反应的 是昨晚5月到凌晨的导弹打击中 以色列被破坏最严重的 损失最大的地方是位于 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拉蒙空间基地 该基地是以色列空军的战略基地 周达有大批F35I隐身战斗机 而该基地的F35I也是袭击 大马士和伊朗领事馆的元凶 在伊朗弹导弹发射12分钟后 其中7枚分岛式导弹击中了 以色列拉蒙空军基地 这一下以色列空军损失惨重 伊朗夜袭以色列 伊朗的导弹秀 伊朗开火了 伊朗出击以色列 伊朗导弹转移 伊朗的果断打击 以军打击加杀 以色列的局势完全就升级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跟我之前在开战 因为现在是比较系统性的 这样有这么一份报告出来了 很多军事博主 做了一份系统性的报告出来 这个跟我在空袭发生之前 我的手第一 及时的 这个分析 它的这个战术打法 是一致的 就是黎巴尔的争夺党 发射这个导弹 发射这个火箭弹 去攻击格兰高地 为这个 如果说发生这个地面战 把以色列这些军事哨所 都给它干掉 然后 叙利亚跟争夺党的部队 全部往前面去冲击 对吧 然后这个伊朗先用无能机 先飞过来 让以色列的防护警报 全部都响起来 然后就各位 因为你这些无能机 它没有办法确定是无能机 还是说 是这些 会不会有战斗机 会不会有一些 可以控制的这些 慢速的这些导弹 它还吃不准 它全部进行拦截了 已经拦截掉了 然后再发射巡航导弹 这次它以为是不是 这个弹导弹要过来 然后又很奴隶大敌 攻三系统 剑三系统 开启 然后全部去拦截 铁拥也好 剑三系统 全部都已经瘫痪了 然后在12分钟的弹道导弹 全部都命中 成功都命中目标 这个战术打法 我觉得应用的非常恰当 然后哈马斯 如果战争全部开打的话 哈马斯就在他背后 对以色列进行 穿插渗透 利用这些哈马斯地道 加沙地道 去渗透以色列的这些城市 再次上演10月7号的那一幕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到现在以色列打击整个加沙地带 对哈马斯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小的 而且此次伊朗的战术 我觉得非常的成功 而且伊朗也宣布 非常成功的打击了以色列 那么伊朗也已经宣布了 它的情报部门也宣布 至少有10个国家在帮助以色列 进行拦截伊朗的进攻 那么除了我们知道的 所谓的英国跟法国 还有美国是出动了什么所谓的战机 直接过去进行拦截的 英国还有洋洋得意的说 我们战机在空中拦截伊朗的无能机 你好意思讲 好意思讲 你在怒刷存在感这个叫 那这三个国还有包括德国 对吧 三个国家德国 然后 那么我们讲 我也就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国家 那么就是那些阿拉伯国家 对不对 那些阿拉伯国家在帮助以色列 所以老兵就讲了 第一被伊朗直接点名的就是这个约旦 大家知道这个约旦的这个哈希姆王国 是非常的这个垃圾的 这个阿普杜拉二世这个国王 是垃圾货 他的父亲 他的爷爷 当年还想要去攻占这个圣城麦加 还跟土耳其人合作 土耳其人可是他们阿拉伯人的世仇 当年奥斯曼帝国是怎么建立的 不就是灭了你这个 灭这些什么拜占庭 灭了这个又把你这个阿拉伯帝国给你这个残余税都给你干掉 然后建立起来的 最后被英国人给打退了 后来又跟英国人合作 大家要知道 他这个约旦这块地方 其实以前不叫约旦 是非常无耻的 是英国人帮助哈希姆 他们这个家族给建立起来的 所谓的圣意 这个地方以前叫做东巴勒斯坦 也就是东巴地地区 就这么被这帮约旦人给霸占了 当然约旦的普通老百姓是很反以色列的 和反西方的 但是这个上层王公贵族 这帮帝却都是阿坚 阿坚 专门像以前大家要知道 几次所谓中东战争打不过以色列 原因就是约旦把这个袭击计划给透露的 所以他就是个阿坚 所以伊朗直接 就别的国家可能暗地里在帮助 他也就不点名了 但是他也说了十个国家 那哪十个国家 除了这个美日德法啥的 这日本人他不算 还有英国 那你还有哪些阿拉伯国家 所以说你这个狗日约旦 是他妈的列奴之国 阿坚他妈的 所以你看看这个阿拉伯之春都要推翻 怎么就不推翻约旦呢 他是他妈甜仪甜美的这个玩意儿 还有那个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也垃圾的要死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 说到这个哈马斯 哈马斯人坚持五项要求 否则不予听伙 本月十三日 哈马斯向居住 居间调停人卡塔尔和埃及 做出最后最新回复 拒绝以色列的停火条件 以方提出的停火条件是 希望哈马斯释放于 其实袭击中扣要的以色列能治 但是同时以色列表示 在哈马斯作为军事力量 被摧毁之前 不会停止战斗 并且坚持对加沙南部城市 拉法发动攻击 哈马斯提出的 其他停火谈门中最终五点诉求 一永久停火 二以色列军队撤出整个加沙城 三 允许流离失所者重新加远 四 加快救援物资 进入加沙地带 五 开始重新工作 很明显 哈马斯提出的 一两次停火计划 想一劳永逸 而以色列要的是临时停火 撤换回以色列被扣下轮至之后 是要继续战斗 铲除哈马斯 但是呢 其实这个真正的 哈马斯是拒绝了 以色列这个停火要求 其实是以色列 他说是说是怎么讲 其实他真的已经都不想打了 因为有最新的情况是 以色列已经 允许部分加沙人 返回加沙北部了 他再打下去 我说过他昨天那个 疯癫式的拦截 发疯式的那个拦截 我还看到他们自己 那个视频 那个铁锯 还那个高手炮 打 那种倾盆大雨式的 这种不计成本的这种拦截 烧掉十个亿美金 你还能烧多少钱 也许你们钱多 你们他妈整个 呃 犹太人占全球 百分之四 三三十三万亿美元的财富 你们可以很有钱 但是他们这些家族 能愿意拿出来钱吗 啊 愿意拿出来钱吗 啊 不愿意拿出来钱 所以说现在 就是什么 这一波啊 非常的牛逼啊 非常屌啊 我觉得伊朗就是名副其实大哥之国 应该由伊朗去接管圣城卖家 而不是这个沙特啊 沙特在这些世界当中没有任何的存在感 这些我说过啊 是时候 要开展这个啊 这个这个颠覆活动了 要把这个他妈越战这个哈希姆家族都给他推翻掉啊 在他妈的越战境内发动他妈那个逼这个圣战啊 把他把他给推翻掉啊 一个一个的什么巴林啊 什么他妈他妈的巴林这些国家都给他推翻掉啊 都是些什么逼惑 这些逼惑就有一天到晚只会舔白人舔西方 被西方给打服了 安定了摩擦啊 一包没用的东西啊 天天他妈那个逼的在那地方 偷鸡摸狗的干了这些事情 让人瞧不起 一点都瞧不上啊 所以说我我真笑死了 这个那参加胡还听从拜登建议撤回这个进攻 我笑死我了啊 怎么这么扶持这么不要脸 嗯 好吧 所以说这个这一集就说 暂时先说到这儿啊 如果说 以色列要报复伊朗的话 该地区的这个大规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现在已经撤回了啊 然后他们又宣布了胜利 好吧 你们赢麻了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